长大的地方贵州 希望大家来我们贵州做客 我们贵州有好景 有美食 一定要啥都有 把这个 光顺着月上迷雾 闹怀着爱与起初 心者在梦里挣扎 不觉黯淡了朝霞 忽然间岁月凛冽 掠过白茫茫的雪 小路终于又响起 就做山谷 车下他问梦花般 在冬天一去不返 小路行行远去啊 好吧 周深回到家乡了 4月14号晚8点40分 奔跑把先导片在一片期待中闪亮开播 根据酷云爱的数据显示 奔跑把先导片关注度仅次于中央三台综艺频道 和芒果台的深深木稀宝岛记 相信等奔跑把正片播出的话 收视率一定会引爆全网 据新周深15号回到家乡贵阳 16号开始跑男节目的录制 贵州卫视和贵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贵州交通广播等多个地方官微 据发文宣传周深回到贵州的消息 完全看得出来 周深已经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并给予了最热情的欢迎和热情的场面 网友评论说 周深是贵州的名片 是贵州人民的骄傲 贵州山水养育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周深 因为一个人喜欢上了一座城 以一己之力带动家乡的旅游发展 棒棒的宝贝 我怎么感动像哭有这么厉害的孩子 周深是家乡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生命的骄傲 正如央视面对面所说的 从偏远小山村到春晚大舞台 从抚慰人心的治愈之声 到大气蓬勃的时代之声 这一路都是他烛光前行的故事 而这一路正如央视主持人王宁所说的那样 周深清澈透亮的底色是勇敢 我们永远可以相信时间 但是这一路烛光前行的过程 经历了太多的时间 是的 就像周深自己说的那样 最初的自己不是看上去不自信 而是真的不自信 甚至对自己的声音比较排斥 感谢他的坚持 不变的初心和一直勇敢的心 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周深 借助央视曾经对周深的一条微博 对周深说请继续加油 每天每一人宠明 要要晃晃朝你飞行 飞行 有没有 还要去 不停 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 梦光就会想 在天上 无比 泪水 都向你 留抗拒 倒榴 回 醉醋的 笑笑 我们从好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 太心没用来量求你不许偷照好 从不舒服的衣裳牵着了衣裳 牵着相貌命为藏狗 我们从心的时候不用按照 我烟了潘草木的日元不绕脱 我体皈口 我们某雨会休 Bryō 街前径 维雨毕业 我都想你重逝 维bas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时间来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走向成功的未来 周深一路走来不仅仅是展示出了他出色的音乐才华 更是表现了他对自己梦想的坚定追求 在这个社会里灿烂的星光会被各种因素给掩盖 然而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坚持梦想 每个人都有机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 周深在路上继续前行吧 未来的歌唱家 还有奔跑吧 十一已经开始正式播出 第二次录制也已经在开始了 浙江台这一次确实走心了 回到自己的家乡 周深作为主人 自然会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 其次贵州向来处处是紧 哪怕没有游戏挑战 光是嘉宾们的真人秀情节都能支撑起整档节目 也有爆料称节目组会走进贵州大学 难道说奔跑吧十一要举办一次周深音乐专场吗 如果真像网传的那样 到时候势必能刷爆朋友圈 总而言之 周深才是整档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大家一起期待吧 往生 往生 高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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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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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